欢迎回来 歌手胡德夫日前在香港举办了演唱会 一起演出的还有这几年在香港很受注意的乐团 叫做中式兄弟 兄弟两个人 一个是律师 一个是大学教授 歌曲关怀的都是香港底层民众还有社会问题 他们有一首歌叫做时代的颠覆者 被香港人称为是时代之歌 弟弟说香港这几年变了很多 而且不是变好 他认为音乐就应该要为人民发声 为正义说话 异想世界前进香港 为大家带来一系列香港文化的报道 这首歌叫做时代的颠覆者 在2014年被称为是香港的时代之歌 时代的颠覆者其实是2012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写了 那么我们在香港这几年我们都觉得很多事情都在变 不是变好 中式兄弟的哥哥Henry曾经被选入美国口琴名人榜 华盛顿邮报盛赞他是最顶尖的音乐人 而弟弟Roger有深厚的钢琴和声乐背景 这位一起合唱的大叔是香港知名音乐人大AL 曾经在70年代和林子祥组过乐团 演唱会这天他本来是观众 被眼尖的中式兄弟请上了台一起合唱 这首歌 这首歌关照香港小市民 石荒的婆婆被强拆的家园 2014年5月一发表 立刻在网路上掀起热烈讨论 香港人觉得写尽了他们的心 我们在这个歌有讲空气污染 有钱的人会更加有钱 穷的人会更加穷 不平等 出身基督教家庭 以福音歌和蓝调起家的中式兄弟 哥哥是律师 弟弟是大学教授 不管用什么标准来看 两个人富裕的背景 大可以追求个人前途发展 我们不要做教条式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真的去关怀社会 关怀人的基督徒 我们都是人 你我都是人 他们都是人 没有什么分别 都是平等 没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你没有这种 蜘蛛和蜘蛛 你永远都不会进步 中式兄弟是喜欢台湾音乐的 这一天和来自台湾的胡德夫同台 他们还特别选了多年前翻唱字里授权的一首歌 未来的未来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 叫说不出的未来 告诉我 那首歌就在1984年之后出现的 1984年就是《中英谈判》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都说不出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现在再唱就有特别的低沉的感觉 在同台之前 中式兄弟也特别来到台东感受台湾 看看究竟是什么环境孕育了胡德夫的音乐 我就看到这个太平洋 就是太平洋的风吹着我 然后在背面就是这个大舞山 我觉得香港这些年都是 我就是一个唱blues的年代 因为很多人都有一种无力感 就是觉得很多东西都要改变 但是改变不了的这种感觉 跟胡老师的歌其实很像 他都是讲一些土地的人民的这种主题 香港和台湾这几年面临共同的困境 两地音乐人用歌声一起找寻出路 这几年安定和谐 但声音消失你